海牛属于哺乳动物 也为它们所属的钢式哺乳钢 作为哺乳动物 海牛跟其他哺乳动物的一些关键特征都是相同的 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繁殖方式 海牛也用胎生的方式繁殖 它们每年最多可以繁殖一次 在水中生产 每次基本只能产下一只小海牛 再者就是它们的呼吸方式 海牛也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具有肺部 且用肺呼吸 海牛是哺乳动物吗 海牛是一种主要生活在海洋中的动物 体型比较大 从所属的类别来看 海牛是几所动物门 哺乳钢 海牛木 海牛科中动物 因此海牛属于哺乳动物 不能因为它们跟鱼类一样生活在水中 就认为它们属于鱼类 海牛作为哺乳动物 虽然跟陆地哺乳动物的生活环境非常不同 不过它们有一些关键的特征都是相同的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繁殖方式 海牛最多一年只能繁殖一次 它们的怀孕期在一年左右 之后雌性海牛会在水中生产 每次基本只能生产一只小海牛 还有它们的呼吸方式 海牛跟其他哺乳动物一样 都有肺 而且是用肺来呼吸的 海牛能长多大 从体型来看 海牛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动物 比水中的大部分鱼类都大 从身体长度来看 海牛长大之后的体长会在2.5至4米之间 它们的体重也比较重 可以达到360公斤左右 具体来看不同海牛个体之间的体型有差异 并不完全都是相同的 会受到周围环境以及食物多少的影响 由于它们的体型这么大 所以它们的食量也是非常大的 每天都能吃掉相当于 它们身体5%至10%的食物 它们主要是水澡